平凡的世界 作者 陆瑶 第167集 那么 吴仲平为什么要多占一个位子呢 给谁占那个位子 别人 蓝香是最后一个进教室的 在此之前 所有的人都有了座位 蓝香的脸不由得红了 他用数学般严密的逻辑推导出 那个座位实际上 吴仲平就是为他而占的 蓝香内心第一次犯上一种特别异样的情绪 他一时又难以理清这种心绪究竟是什么 这可不是用逻辑所能解决的 再缜密的逻辑也难以推断人的微妙心情 总之 对孙蓝香来说 这的确是异乎寻常的一天 他现在还不会想到 这一天对他的一生将意味着什么 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 许多意义深远的重大事件 往往是从某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开始的 从那天以后 蓝香和吴仲平就渐渐熟悉起来 他们常常在学校的图书馆和社科书目阅览室不期而遇 同时会很自然地坐在一块讨论许多问题 蓝香很快知道 在班上他只能和这个人一块讨论课程以外 更艰深的学术问题 他们各方面的资质都很接近 完全可以用对方能听懂的语言对话 对于天才来说 能在一个小范围内找到知音 那概率大概如同海中捞针 他们立刻建立起一种宝贵的友谊 双方小心翼翼 不深究他们关系的性质 也不专意设置阻挡交流感情和思想的篱笆 相互的来往既诚恳自然 又不回避比别人更亲密一些 他们有时一起在学生食堂吃饭 吴仲平显然家境阔绰 常买许多好菜 蓝香也不客气地沾他的光 要是蓝香先进教室 总会用自己的书包给吴仲平占个座位 同学们已逐渐发现 他们两个关系要好 但没有人大惊小怪 在班上 几乎所有的女生 都分别有比一般人关系更要好的男生 这在大学的环境是很正常的 这种关系 最后也不一定都会发展为恋爱或婚姻关系 最近几天 校园里一片喧闹 不是学校出了什么事 而是因为在西班牙进行的第十二届世界杯足球赛 人们纷纷谈论的是 马拉多纳 济科 苏格拉底 普拉蒂尼 伯涅克 和闪闪发光的罗西 所有人的目光 都投向那个阳光灿烂 海水蔚蓝的遥远国度 即使在深夜 一切有电视机的公共场所 都不时传来洪水般的呼啸声 一般来说 许多女同学也喜欢看足球比赛 但绝没有男生们狂热 当巴西队被淘汰出局后 许多球迷都互相抱头痛哭 这情景 早在预选赛 中国队最后一场 在新加坡输给新西兰队 而失去出现机会时 也同样有过 孙兰湘起先对这种狂热 还有点难以理解 来大学之前 在家乡那些土疙瘩里 人连肚子都吃不饱 谁还关心这种事呢 但他的朋友吴仲平 现在可以这样称呼 他们的关系了 却是个十足的球迷 他本人就长踢足球 因此这是很自然的 他硬是把兰湘也拉进了这种狂热中 他甚至对兰湘说 不喜欢足球是一种没文化的表现 兰湘尽管对这种说法不以为然 但看了几场后 也有点着迷了 仲平是内行 在旁边不断给他解释 各种比赛规则和某个球的妙处 兰湘费了好大劲才弄明白 怎样才算越位 这一天是星期六 晚上同样有球赛 上午上课时 许多球迷就有点心神不宁了 中午吃完饭 吴仲平约兰湘晚上到电话教学楼 去看球赛 兰湘答应了他 平时 他们一般不去那么远的地方 这意味着 班上就他们俩 坐在外戏一群生人中间 这和那些谈恋爱的人 在街上看一场电影 有什么差别 可是 这又有什么呢 兰湘回到宿舍后 同屋的人都上床准备睡午觉了 这时有人在敲门 兰湘顺手拉开门 惊讶地看见 立在门口的竟是田小霞 尽管那年他二哥请小霞 在他们家吃羊肉饺子 兰湘只见过他一面 但兰湘马上就认出了小霞 姐 快进来 兰湘赶忙招呼说 小霞看见宿舍的人都睡了 就说 我不进来了 咱们到外面去说说话 兰湘看小霞执意不进来 就穿了件衫子 把门带住 和小霞走出女生宿舍楼 来到操场上后 小霞掏出五十块钱 对兰湘说 这是你二哥给你烧的 你去我二哥那里了 他怎样 他这个月已经给我寄钱了 怎还烧这么多钱 我刚从你二哥那里回来 他都好着嘞 小霞说着 又从提包里拿出一件 黑红格子相间的漂亮裙子说 这是我给你买的 不知你喜欢不喜欢 他抬头亲切地看了看兰湘 你真漂亮 兰湘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一股温暖的热流 漫上了兰湘的心头 这不仅是因为 他意外地受到了一种亲切的关怀 而是他立刻意识到 这个关怀他的人和他二哥 有着十分深厚的感情 我在省报工作 我把电话号码留给你 星期天就到我那里来 小霞从提包里摸出采访本撕写一页 把他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写在上面 交给了兰湘 我还有点事 得马上回去 有什么事 你就给我打电话 我和你二哥一样 不要把我当外人 兰湘一时激动得不知该说什么 他挽着小霞的胳膊 一直把他送到校门外 看着他坐上了公共汽车 小霞姐走后 兰湘已经无意回宿舍去睡觉 他心头荡漾着无比欢欣的情绪 在校门外马路对面 那一大片蔬菜地中间的小路上 溜达了很长时间 他不时停下脚步 望着远处高耸入云的广播电视转播塔 将自己汹涌的心绪 漫散到浩渺的蓝天之中 孙兰湘根本没有想到 吃过晚饭之后 又有人来找他 这次来的是亲爱的金秀 在这个大都市里 金秀仍然是他最亲的人 每隔一两个星期 他们总要见一次面 通常都在星期天 医学院离这里很远 中间要换两次车 但两个好朋友多时不见面 就想得不行吗 金秀的个子还没长高 可也不算太低 他一直比蓝香显胖 娃娃脸上一对水汪汪的大花眼 谁见了都会喜爱的 蓝香往往从秀身上 才意识到 他们已经不是娃娃了 秀的胸部 在雪白的短袖衫下高高凸起 一头黑发 用红绸带一束 瀑布一般披在肩后 满身洋溢着青春的活力和激情 今天不是金秀一个人来 他还带着一个显然比他们年纪大几岁的男青年 这是顾养民 也是咱们县的老乡 医学院四年级学生 秀向蓝香介绍说 养民补充说 蓝香听说 是他二哥和金波哥的同学 又是老乡 很快就和顾养民消除了陌生感 他给他们泡了茶 还从箱子里翻出一些吃的来 三个人很快就兴致勃勃地 谈起了他们共同上过学的元西中学 他们东拉西扯 愉快地谈了顾乡的许多事情 直到晚上 当吴仲平冒失地闯进宿舍来 叫蓝香去看足球比赛的时候 金秀和顾养民便马上要告辞了 吴仲平一看 他搅散了蓝香的客人 十分懊悔地先一步离开了这里 蓝香挽留不住金秀和顾养民 只好把他们送出了学校 当蓝香看着金秀 亲热地和一个男人 相跟着渐渐远去的时候 不知为什么 他的眼睛潮湿了 心中产生了一种 说不清楚是忧伤 还是喜悦的情绪 让他鼻根感到辛辣 他一下想起了 他和秀小时候 那些丑小鸭似的日子 想不到 他们已经悄悄长大 现在竟大方地 和一个男人相跟在一起了 蓝香调转身 迎着清爽的晚风 穿过校园内的中央大道 激动地向电话教学楼走去 在那里 也有一个男人 在等待着他 每年一进入农历六月 从小鼠到大鼠这一段时光 是农村中活路最为繁忙的季节 在这些日子里 庄家人常常累得 连腰也直不起来 所有的秋田 要连着除几变草 同时还要食 关键性的一次肥料 如果错过节令 一年的劳苦 就算是白费了 马上就要立秋 那时白草节子 收成好坏已成定局 想弥补点什么 都来不及了 孙少安和父亲一块 起早贪黑 把两家的秋田 除了三变草 失足了肥料 就又赶到冠子村 帮助兰花 去除完了他家的地 历秋之前 庄家伙总算松懈了下来 孙少安就像在拳击场上 打完了最后一个回合 已经丧失尽了力气 但是 更重大的事情 正急待他马上行动 孙少安要立即开始 扩建他的砖场 这要求他付出 更大的力气才行 从大洞农开始到现在 他的砖场就掩齐息鼓了 往日双水村南头 听了叫人心乱的喧嚣声 已停歇多时 这一段 村民们的目光 都移到了北头 田海民夫妇的养鱼场 海民的养鱼场 看起来一切都顺利 春天投放的鱼苗 已长了几寸长 活泼的鱼儿 不时跃上水面吹起土泡 每天吸引许多人 前去看稀罕 刘玉生 关于这里要出鱼精的预言 至今还没什么迹象 村民们 渐渐也忘掉了这种鬼话 相反 这海民夫妇作为双水村的新能人 已经在东拉河流域 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可以料想 他们的名声还会更响亮 但双水村的许多人 仍然对孙绍安的专场 抱有最大的期待 人人皆知 绍安是暂时熄火 一旦他重新发动起来 就会像雷声一般轰响 更重要的是 绍安的事业 将不再只是他个人的 而与村中的许多人都有关系 大伙儿已经在前一队长那里 得到许诺 只要他的专场扩大了 他们就可以去那里干活 赚几个他们急需要的钱 现在 那些得到许诺的无能庄家人 都眼巴巴地盼望村子南头 再一次响起轰隆隆的机器声 当初 这声音听起来 叫人感到刺耳 这一阵 大伙儿可是迫切地想听见 这非同凡响的声音来 绍安 绍安 你何时才能让大伙儿 眉开眼笑 孙绍安完全能理解 这些村民的焦急心情 现在 人们把仅有的一点化肥 全部撒到了秋田中 而白露前后就要种麦子 所需要的化肥钱还没有着落 他们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了 绍安的砖厂上 可是 要扩建砖厂 又谈何容易 这需要一大笔钱 绍安卖掉现有设备 加上手头那点积蓄 只能凑个五六千元 而仅买一台四百形制砖机 就需要九千元 连同运费和提货花费的盘缠 少说也得一万 另外 扩建烧砖窑和添置相应的设备 没有五六千元就别想投入生产 粗粗一算 他至少也得到银行 贷一万块钱的款 不容易啊 但孙绍安 既然雄心已定 对他未来的事业 就不会犹豫迟楚 长篇小说 平凡的世界 作者陆瑶 演播杨晨张震 感谢您的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